出來了出來了 拿出手機掃一掃不到三秒時間 巡邏簽到完畢 我們可以產出 跟目前發生的治安交通頒點 我們可以來結合 電子巡邪正式上路 警察局長張樹德邀請 金融市副市長邱佩玲 共同主持啟動儀式 可以省掉做紙本的辛苦 記憶巡邪 記憶巡邪 我覺得很不容易的是說 在台灣並沒有很多縣市做這個東西 那我們有1160個點 全部用這個方式 可以讓警員可以免掉下雨天的辛苦 最主要是他用大數據的方式 現代執法科技的結合 可以讓基隆的民眾更安全 戳電子巡邪正式上路 警察局全力防堵詐騙 局長張樹德親自率領 成立打炸金融隊 由副市長邱佩玲親自授旗 建於111年到112年的3月30號 前面三種詐欺案件比較多 第一種是網路購物 第二種是投資詐欺 第三種是解除分析護法 但是這其中第二種的假投資裡面 這個被害的金額竟然高達44.2億 所以從行政院長 內政部長 警政署長 包括我們謝市長都要求 一定要在這個宣導面 就是誓詐的部分盡量推動 最好能夠鋪天蓋地 受其一事上 警察局行大特別邀請了外籍配偶 用自己國家的母語宣導反詐騙 警察局看見我們新住民盟友的需要 讓我們知道如何來預防詐騙 擺脫臺灣市行人地獄 擺脫臺灣市行人地獄 進入市長謝國良上任之後 進入市警察局推動行人友善政策 累積至今 已經開出了3000多張罰單 達到宣導汽騎車裡讓行人的效果 行人友善的確是我們最需要的 那我們比中央還要早推了 大概兩個月到三個月左右 我覺得一方面是市長一直很希望 打造一個有愛的城市 第二個真的也要謝謝警察局 同仁們的執法辛苦 這當中民眾一定有埋怨 可養成習慣以後 基隆自然是變成最好最友善的地方 交通部是5月1號才要求實施 那我們已經免他兩個多月 那這個中間的績效我給各位報告 我們一共舉例 車不讓人3709件 那這包含7機車 汽車1042件 機車2667件 那這個中間讓這三個月 行人的交通事故 從原來的89件降低到71件 等於減了18件 等於22.22的百分比 那這個案子我們在市長 副市長的領導之下 本局通人一定會持續執法 也利用這個機會 這個呼籲市民朋友 到了這個路口 一定要看慢看停 那如果行人走在路上 一定是停看停 全國各縣市 5月1號起 實施路口不停讓行人大執法 金融市警察局 除了打造行人友善城市之外 呼籲全民加入打炸金融隊行列 讓民眾安居樂業 記者黃少鳴金融報導